防疫挑战很难松懈 这个月疾病管制署公布了国内出现第三例 喉洞境外移入个案 是一名从美国旅游返台 在居家检疫期间确诊 目前全球除了新冠疫情持续延烧 喉豆在各国迅速蔓延 也被WHO世界卫生组织 列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喉豆和新冠病毒都是属于人畜共通传染病 喉豆在发展的时候传染力最强 以往喉豆病例主要都发生在中非和西非 这一次为什么会在非洲以外的国家流行 到现在科学家们还是感到不解 世界卫生组织这一次提出警告 受到气候变迁的影响 日后动物疾病将会频繁出现 矿物种的传播而跑到人类身上 在人类传染病中 有六成是人畜共通疾病 要如何面对这些更为频繁的新兴传染病 对各国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 一起来看独立特派原记者张晓芸 周明文的报道 大概就是从非洲传染开来 然后大概就是感染的人身上会有一些豆子 这样子的猴豆其实主要集中在刚果盆地 在中非地区也就是大家在网络上会看到很多小朋友 全身上下尤其是脸部充满了这些这些豆状的皮疹 我觉得很可怕 猴豆会造成皮肤溃烂 所以很可怕 很可怕 感觉就是会长很多东西 民众就是过度的恐慌 就是说像我有病人就不敢在公共场合上厕所 他就在想说会不会前一个人 他屁股有猴豆去做了 那我去做我就被传染 这个不用担心 新闻报道猴豆是长什么样子 这是皮肤上都有一例 但是我不担心 你不知道说哪一天这个所谓的物种的这个barrier就是被打破了 所以它有可能会是从动物跳到人的身上 猴豆疫情自今年5月在欧洲非猴豆疫区爆发疫情 截至8月9日病毒已扩及85国 累计超过3万例确诊 新冠疫情还未结束 全球又出现另一个大流行 再度引起世界关注 到2018年我们有几个股票在英国 但这次是不同的情况下 是我们看到病毒发生在人们 并没有通过来到这些地方 在аша 学生're seeing some community transmission so that is a bit unusual and to see it in so many countries across the world again is an unusual feature it usually starts with fever and headache people feel pretty miserable and tired they can get swollen glands and then this typical rash develops which is sort of pustular in form 猴豆病毒的潜伏其长 皮肤出现红疹 疹子会痒会痛 发烧 肌肉酸痛 淋巴腺肿大 从一开始症状出现就有传染力 发诊期间传染力最强 必须等到两至三个礼拜 直到所有疹子结痂愈合 很多人说到底猴豆的疹子是怎么样 以目前来讲 它真的是还蛮狡猾的 就是说它既然叫痘 所以它跟水痘长得还那么点像 那跟泡疹也有一点像 但是它比较不一样的是 猴豆的病人以目前来说 他们很多表现是 生殖器周围比较疼痛的 这样子的一个疹子 那再来就是说 如果典型的猴豆 手掌脚掌是会有的 可是这点它又跟眉毒很像 数量上面来讲 其实不少 在过去都是看到 真的是算百科的 但这一波 WHO还有一些西方国家 他们就发现说 不对啊 怎么很多病人只有十科 甚至小于十科 那你说怎么知道它是猴豆 因为现在我们的这个检验 还蛮发达 猴豆变非新的病毒 它最早在1958年 从研究用的猴子身上被发现 而人类第一例发现感染是1970年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 由于猴豆会经由镍齿和铃掌类动物传播 以往病例主要都是发生在中非和西非热带雨林 与动物接触有关 这次为何会在非洲以外的国家爆发流行 也令科学家们感到不解 这波疫情有几个特性 是会让专家会比较担心 第一个是它是首度在流行地区以外 出现持续性的传染的传播 那第二个其实它是多点的传播 也就是说当我们发现这个疫情的时候 其实已经好几个国家 都陆续监测到这样子的疫情 所以代表的是这个病毒 其实在我们的社区里面 其实已经流传了一段时间了 那再来是因为这个病毒的特性 所以它本来就是一个长潜伏期的病毒 所以它最长的潜伏期可以到21天 所以它在不管是做疫情的调查 疫情的追踪 结果的追踪 其实相对来讲会比较不容易 猴豆疫情蔓延 台湾至今有三例确诊个案 分别是从德国和美国入境返台 在本土新冠疫情高峰已过 边境即将解封 面对陌生的猴豆病毒 民众难免有些担心 会 我觉得很可怕 就是这样一颗一颗 手上一颗一颗的 会 因为很可怕 感觉就是会长很多东西 我比较担心猴豆 新冠我觉得不会 但是猴豆会造成皮肤溃烂 所以很可怕 当然民众我觉得 还是要提醒 就是说 有的民众就是过度的恐慌 就是说像我有病人就 不敢在公共场合上厕所 他就在想说会不会前一个人 他屁股有猴豆去做了 那我去做我就被传染 这个不用担心 其实病毒加值 只要他有套膜 你用酒精 就可以把他套膜破坏掉 所以以目前来看 猴豆是可以用酒精的 但是肠病毒不行 肠病毒你还是得要勤洗手 肠病毒你喷酒精是没有用的 那这个次氯酸也是很不错 所以我们的这个 漂白水是通沙 通通都可以 所以漂白水家庭必备 猴豆和目前流行的新冠病毒 外层都有包膜 他们都是用酒精即可破坏 杀死病毒 但猴豆不像新冠是RNA病毒 猴豆属于DNA病毒 病毒的变异速度慢 不过奇怪的是 根据国外研究发现 这波猴豆疫情 已和四年前的病毒株不同 有多达五十种遗传变异 我们目前其实全世界各案最多的猴豆 其实主要集中在钢果盆地 在中飞地区 也就是大家在网络上会看到 很多小朋友全身上下 尤其是脸部充满了这些 这些痘状的皮疹 因为在当地的生活环境 人跟镊齿类 跟林长类本来就有大量的接触 但这一次的确有很多地方 都跟我们过去所熟悉的典型的中飞 钢果型猴豆有些不一样 第一个就是它的感染对象 当初从英国首次开始发现 有这样子的传播 90%以上都是集中在年轻男性 在他们的统计里面 超过90%这些男性 是男同性恋者 或者是有男男性行为的双性恋者 不过当然随着这个疫情的增加扩展 那因为这个猴豆病毒 并不是只能透过不安全的性行为传染 也可能透过亲密的接触 家人的相处 或者是这个没有做好防护的医疗行为 猴豆主要是经由体液血液 以及批诊传播 虽然目前通报 今年全世界有11例死亡 致死率相当低 但为了让全球加紧防范 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 已经宣布将猴豆列为 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也就是与新冠疫情同为最高等级的公卫警报 我觉得猎路紧急事件的话 主要就是后备的动员 包括疫苗跟药物的一个处理 如果没有列入紧急事件的时候 可能这些资源都没有办法动员起来 我们如果看这个美国的数字的话 是比较担忧的 他这个曲线 从一开始的这个线性 现在已经变成指数往上爬了 美国已出现超过三千起猴豆病例 伊利诺伊州芝加哥这座大楼外 星期一一早就有民众排队 等着打疫苗却不是人人打得到 目前多国展开接种 法国巴黎一个新的接种中心 则启用两天就预约额板 猴豆和天花同属争斗病毒 只要接种天花疫苗 也就是俗称的牛豆 就能具有保护力 天花在疫苗大规模接种下已被根除 全世界已不再接种天花疫苗 而在台湾只要1979年前出生的人 几乎都注射过牛豆 只是保护力还剩多少 就不得而知 目前台湾这边积极在采购的是 所谓的第三代的天花疫苗 其实并不需要所有的人都接种这样子的疫苗 所以根据国外的建议 大概疫苗接种对象大概分成 主要是分成两群 一个是做所谓的暴露前的预防 针对这种有职业暴露的风险族群来 比如说我是实验室的人员 我要操作这个天花或核豆的病毒 那我要做这个病毒的培养 那我可能会有暴露的风险 那另外一种就是所谓的暴露后的预防 就是如果假设我们今天有一个确准感出现 那我们会去找它的可能的接触者 那会做所谓的风险的评估 那整个疫苗接种政策 大概还是会再经过专家委员这边讨论 最后把它点点下来 在治疗上目前台湾自国外采购的 猴豆口服抗病毒药物已到货 主要是提供重症及免疫低下确诊个案使用 不论是欧美还是澳洲 大家大概都有一个共识 疫苗跟药物并不需要大量的使用 因为感染者他的死亡率也非常的低 然后绝大多数也都是会自线性 也就是说经过两三个礼拜或三四个礼拜 他自己会痊愈 不见得需要额外去承受药物的不良反应 从新冠病毒到猴豆 还有一只在非洲流行 具有高致死率的伊波拉病毒 面对这类人畜共通传染病 世界卫生组织提出警告 由于气候变迁导致干旱等气候变化 动物与人类正在改变觅食行为 将会导致日后动物疾病 越来越长出现在人类身上 我们经常看到这些超级病毒 在小级病毒的小级病毒 变得更加持续 更加频繁 发生更加增长 我觉得这不是只为猴子 而这回到我们缺乏投资 在那种生物与人类合作 我们世界还是有一些地区 它会比较喜欢吃这个山蚕野味的 因为你真的有可能是 这些大自然的物种 它带了一些新兴的病毒 透过这样的近距离接触 或是饮食的交流的时候 就跑到自己的身上 肉类的来源有很多 那我们这些已经透过 人工化续养的 有打疫苗的 保证它这个是卫生安全的 这个是就可以降低这样的机会 根据联合国环境署资料 人类传染病中 有六成是人畜共通疾病 科学家指出 近几十年人畜共通疾病增加 因为人类大规模砍伐森林 使得有些调节病毒的动物不见 另外气候变迁 气温升高 动物们逃离原有七地 也将热带森林间的动物病毒 带给人类 过去可能会有一些天然的屏障 或者是人跟动物的接触 可能不是那么样的一个平凡 可是你不知道说哪一天这个所谓的 物种的这个barrier就是被打破了 所以它有可能会是从动物跳到人的身上 那甚至是有可能有一些变异的发生 所以造成人的传播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公共卫生的课题 所以这几年其实 大家一直在讲所谓的one health one health 就是全球一体 那其实就是强调的就是 不管是人或者是动物这边 其实是要有一个整合的仿制的计划 那才能避免或者预防新型传病 或是再浮现传病的发生 加强野生动物的监测 以便提早发现病原体在物种间的改变 面对这些更为频繁的新型传染病 对各国都是一项严峻的挑战及考验 那我们会不断地去面对新的挑战 而且你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有新的挑战 那我们可能会越来越需要 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对这个病人的了解 确认 包括它可能的治疗方式 病人的照护方式 检验方法 其实还是回到监测跟诊断还有应变 就是你要怎么样能够找起发现 这样一个新型传染病 当然像这种新型的传染病 它可能在疫苗或者是药物 不见得是本来就已经有的 所以在国际间怎么样去加速 疫苗的或者是药物的研发 那在国内来讲 要怎么样能够取得这些疫苗跟药物 也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伊波拉 萨斯 新冠 猴豆 这些跨物种传染病的流行 人与动物的距离 唯有彼此尊重 共存 才不致受到大自然反扑 最近中国又传出发现 动物传人的新病毒狼爷 由于它的近亲病毒致死率高达四成 虽然现在还没有出现 人传人的证据 但仍需要密切的观察 现在先休息一会儿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